您现在收看的是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9月22号礼拜五 那么随着美国股市拉回 这个大家会这个就是心情会很糟糕 就是说其实讨论到的居然是说 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可能会发不出薪资来呢 造成什么五角大厦什么的那个新闻一堆 所以当然的投资人会担心这个高利率呢 然后又担心这件事情呢 所以所以美股这个拉回 台湾股市呢今天开盘呢 这个在早上开盘的时候 这个氛围是非常的微妙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台湾股市的加权指数 来它是跌破了昨天我们在股东前朝里面所讨论的那个区间 好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开盘以后呢 直接杀到哪里16202好吧 那16202呢当然呢是跌破了前方的 我们本来是讲16264 因为相形跌破以后 它果然碰一下就跌破了 跌破以后怎么办呢 大家这个等一下 早上我们有盘中直播 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奇怪 感觉是一个利空再测试 虽然是跌破这个相形 可是重点来了 重点它拉出了一个下引线在这个地方 而且呢我们的大盘呢居然在盘中翻红了 就是打下来以后 它没有再往下走 就是开始往上震荡 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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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重点是 其实部分的这个AI的股票 我们看到在今天呢 其实它好像很稳定 等一下我再给大家看 第二有关于中小型股的活蹦乱跳 包括这个所谓的光通讯的股票 包括上权啦 潜顶啦这一类的股票 开始往上冲 甚至散热的奇红也开始往上冲 等一下啊 同波基板也往上冲 这个有关于联帽 甚至电影投控呢 电影投控车用的这个车用板也往上走 男子电往上走 银帮往上走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不对哦 那奇怪这个明明就是利空 那为什么这一群股票 反而逆势的开始往上 包括技嘉也是往上走 昨天我们讨论到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 AI股票其实它真的跌多了 也就是前面它真的涨多了 那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哇真的涨多了 从这个起涨点 两倍的往上往上攻 包括像伟创 包括像广达 包括像技嘉 这诸如此类的所谓的AI的这些概念 族群开始往上走 但你知道吗 最主要的一个反转的时刻点 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认为是在 挥达的高层 在开始卖股票的那个时间 丢出来的时间 会造成大家的不信任 会造成什么 整体的AI族群往下打 好的 那这一段时间是在打得非常凶 所以我说 如果上涨 涨到最后 它会没有感觉 什么叫没有感觉 说利多它是没有感觉 刺激不动 因为涨多了 它就变成利空 那跌多了 等一下 它就变成跌多了 它变什么 变利多 你都不用太刺激它 跌多了以后 它就是变利多 好吧 就是说我们在低档区 它很容易就浮上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的所谓的AI的概念股票里面 到底 他们有没有机会 开始先指纹 再反弹 好 首先我们来先看广达 我得给大家看下这个广达 大家会心心想说 广达常常在说 他们对这所谓的AI 包括了伺服器在过去在云端的布局到现在云达旗下的云达跟灰达的合作 所以它对未来看的是非常好 广达对未来看的非常好 来看一下广达最近的股价的修正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现在讲一个重点 重点是我们把图形给缩小 你有没有发现 再缩小 那么你有没有发现 我再往前走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大段 往上攻 攻到哪里 我们先看这个位置叫282 那各位282的时候 这时候量能还蛮大的 大概有15万张 大概16万张左右 这是近期的大量 之后通通没有看到这个量 而且股价是在下修 好下修的过程里面 我先讲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叫生命线 生命线叫季线 好了 那广达有没有跌破 有跌破 好当它跌破以后 它迅速暂回 这是重点 那广达现在目前看起来 在季线这个位置是守住了 而且直稳以后 它进行一个什么 它进行一个反弹 各位 直稳进行一个反弹 请问它量能有没有爆很大 也没有很大 好了 现在重点来了 如果 我先讲如果 跌破季线之后有称 碰到季线回撤季线进行反弹 那么它如果撑在季线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在短线上 视为在季线这边找到支撑 是吗 那不然我问一下 昨天没股涨那个样子 我们台湾股市今天是不是很惨 从你的印象当中应该没有问题 首先那道琼也跌 然后呢这个NASDAQ也是跌 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科技股也是在跌 所以理论上呢 今天应该大盘不会很好 而且这些AI概念股呢 是感觉都没有人要了 那就奇怪了 我现在讲为什么奇怪了呢 看完广达了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档 它叫伪创 来看伪创 伪创的现行是比广达还难看 我现在跟大家说 真的比广达还难看 所以会变成什么呢 大家没有发现呢 伪创啊 这个股价开始往下打以后呢 打到这个位置 它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看 季线在这儿啊 哦 季线在这儿 对不对 所以它季线下对吧 那这边是半年线啊 那刚刚看到广达是不是在季线的位置 附近 好了来 那它既然这么弱势 先讲一个重点 好 最近的两组外资 它居然告诉大家说 它的目标价看到120到140 好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来 它现在不过是在100块 在那边挣扎 什么意思呢 如果伪创在近期之内 它能够站稳100 大家听好 站稳100 今天来看一下 今天伪创怎么样 最低99块1 开盘99块7 意思开盘也是开在盘下 然后呢 开始慢慢慢慢垫 慢慢垫 大概就是在100 101 102 好 现在目前在102的位置 等一下 它会不会再出现一个震荡 下礼拜大家仔细看 但今天重点来了 今天在盘中 我就跟大家说了 我们在盘中聊天室啊 我们对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讲说 那个觉得今天会 大盘会收红的请打1 那大盘会收黑的请打2 还蛮多人打1的 就是感觉说 这个大盘好像压不下去 什么意思呢 从第一个低点出来之后 我们在观察 已经走到 现在目前都已经走到11点多以后了 它都没有再来有低点 它的意思就是 它打到第一个低点之后 它都在高档震荡 它很有机会翻红 对吧 用我们现在目前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 第一个 成交量呢并不大 今天估成交量大概23 大概2300到2400的成交量 礼拜五这样的成交量 不大 真的不大 然后呢 你会发现 那既然不大 为什么这些中小型股 还活蹦乱跳 那有没有人在做当冲 有的 一定有人在做当冲 那重点来了 今天的当冲 可能会比较保守一点 而且冲一定会冲动 热门的股票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刚才看完这个 AI的概念股票以后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短线上很多强势的这些 所谓的光通讯 放眼过去都叫做中小型股 什么意思呢 你看上全 它的股本是8.8亿 今天居然攻上去涨停 我再讲一次 攻上去涨停 对吧 量能是本来是在整理的时候 量是缩的 来看一看 上次的短线的一个高点 它弹上来 在这个位置 在什么 77块6 然后接下来就呈现量缩 77块6的那一天 就是9月15号 5万多张 接着就进行量缩 到昨天的量 剩下7000张 7000张 好不好 所以呢 当然它今天一放量 一补量 捧一下又上去了 又变亮灯了 那各位看一下 它又亮灯了 等一下会不会开 不知道 因为今天有开开关关 但是因为它冲上去以后 接着潜顶也来了 来 各位请看潜顶 7.8亿 什么意思 又是中小型股 所以我说 如果你在第三季 第四季 第四季的布局 我请大家注意一个重点 活力 投机性 活泼性 是以中小型股为主 你说我第四季 要掌握一个 比如说公司派作帐 法人作帐 你要找到一个中小型股 有题材的 有获利能力的 这种股票才会标 我在跟大家讲 大型股票 因为什么 筹码现在都在进行整理 那么整理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发现 一件事情很妙 投信不要的外资要 外资不要的投信要 所以你们在干嘛 这土洋对决 你丢我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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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段时间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下礼拜来开 下礼拜开始 中秋节之前 只有四个交易日 对吧 四个交易日 假设投信要结账 那么他会在 礼拜二礼拜三完成 好他要结账 比如说我要 调股票调股票 今天也在调 从今天开始 到下礼拜二三 那个就是投信 在做调整持股 如果 他在调持股的时候 没有其他的法人 去接手的话 这股票很容易 啵啵啵啵啵啵啵 开始往下滑 他会开始往下滑 好了 因为他在调节股票 好调 他会调光 不一定 我在讲 不一定 因为有时候 我们在做账来讲 第三季来做账的时候 投信手上会有很多持股 这个地方可能会调掉 这个地方可能会保留 好吧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先问一件事情就好了 你觉得投信调完以后 投信还会再进场吗 因为就连续再买了 为什么不会 投信在调节持股 它是针对第三季的持股 来做调节 它叫做 坐账 结账 好吧 那么接着往第四季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第四季不用做股票了 要 那第四季难道只有投信在做 不 第四季除了投信之外 外资也在做 另外公司派也在做 也就是集团的坐账 也会开始 很多委屈的深渊的诉苦的 这些公司 就会开始来了 什么意思呢 委屈 真委屈啊 前一段时间 AI大涨的时候没有涨到 还没有涨到他们 现在来到第四季了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等待的是到下个月 也就是下礼拜 下礼拜过完之后 你会发现 进入到十月份 在公告营收以后 如果营收表现不错的公司呢 还要再来一波 再来营收公布完毕之后 就是第三季的什么 财报了 好吧 第三季财报就要关乎到 这公司要发起攻击了 所以各位 那现在是短线上 我们是要不要忍耐 要忍耐 真的 很多人说 我都快忍不住了 这个行情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看 大家心里想一件事情 会涨会跌 这台湾股市 本来就是如此 那如果前方涨太多 你让它修正完毕之后 然后你会期待说 像以前那样涨上去 对不起 现在还没这个条件 为什么这样讲 我刚刚前面也是举了几个例子 那我再举这档股票的例子 它叫技嘉 各位技嘉这个基本面 跟这个法人的看法都相当不错 但是我昨天也有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报告 你先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叫短线的底部 大概形容给大家听 大家会知道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跌得够深 好不好 技嘉跌得够深 原本的这个支撑全部跌破以后 它同样也在季线下方 好 技嘉的股本是63亿 那大家想想看 刚才讲过都是10亿以内的股本 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 股本越大越不好操作 因为里面筹码会越多越乱 好 近期会发生什么事情 近期是什么 投信一直在卖技嘉 大家看到没有 这边投信一直在卖技嘉 技嘉是这样 跌跌跌跌跌一样都溜下来 外资当时也在调 后来有回补 回补技嘉 开始买一些回来的 回补技嘉 当投信不要当外资要的时候 这股价已经修正过了 于是乎你就会发现 它是缓步的往上电高 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它会看得比较清楚 252 252低点 252低点开始电高 254.5 再来什么262.5 它是开始往上电高 成交量很温和 并没有放大很多 并没有失控 所以我们来形容一件事情 这些是重要的指标的 概念股 AI的重要指标概念股 如果他们能够稳定 好先求稳定 第一稳定 稳定以后慢慢的往上攻坚 那么有机会会让这个 整个盘势开始趋稳 所以我想 如果要看大跌 那你就必须要重大利空 什么叫重大利空 我的营收发生了非常大的问题 大家在讲AI 如果讲到AI 如果说营收都没有跟上 那这样你股价怎么涨 营收如果没有太大问题的话 理论上先直稳 然后开始慢慢反弹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再讲一次 大家有没有拿到 所谓的苹果的手机 iPhone的新手机 那么iPhone呢 今年到底卖得好不好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这是有关于消费性电子产品 今年在第四季 它极有可能 它极有可能 会让你在前面一两年的 消费性产品的 这个所谓的疲软 会让你改观 它有可能因为 包括像华为手机 包括像苹果手机 它有可能 今年的销售情况会不错 在这个情况之下 消费性产品 它就有机会再上来 所以欧美在这个所谓的第四季 是消费的旺季 这可以搭到第一个题材 第二件事情是 刚才讲完了AI 那么 AM呢 然后我问大家AM呢 AM我们有讲过 领头阳是谁 东阳 我们来看看东阳的今天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好奇怪 什么样的奇怪 第一 草盘开盘的时候 开在盘下 然后最低来到75块5 开始带到平盘附近 现在都在这个地方 然后进行量缩 各位 来 你看 大家仔细看 昨天外资有没有卖 有 好啦 你看投信到底有没有 投信没什么在卖 只有这一天 是不是一样 没错 我再讲一次 昨天台湾股市是不是大跌 好来了 那投信没有卖 投信要不要结账 搞不清楚 好第二个 来看形态 形态在哪里 因为它是领头阳 我先讲领头阳 大家来看一下 五日线 在这个位置 今天打下去 十日线 碰到 又上去 奇怪 就稳稳的妥妥的 你都不会感觉说 这股票应该是要下去了 怎么样 没有 还稳在这里 所以它的股价是非常稳定的 那么 那攻击要怎么攻击 先想一下 我讲过八月份它的营收呢 是年升月升 然后这个就是在它淡季里面 八月是在淡季 九月在淡季 如果九月份丢出来的营收 还相当不错 那进入十月 那基本上就是旺季了 所以 我想 我想 我想一下 这有可能外资会回来买 真的 这个有可能外资会回来买 因为第一个 台币如果弱势的话 新台币贬值的话 不要说贬值 我们就说新台币短期之内没有强升的条件 它不会大幅升值的情况之下 这种走外销 外销倾向的公司 它有非常非常大的机会 它有汇兑收益 好吧 它有汇兑收益 第二 它进入旺季了 所以理论上 法人 不太可能 就在这边就结账 这是我现在目前的看法 因为 看不出那个叫做法人的压力 法人的压力 反而没有看得非常清楚 好 那就代表什么 这档股票 有可能有持续的动能 那既然有持续的动能的话 当然我们要回到看 另外一个 股性比较活泼的提威锡 一样 什么意思呢 你看到提威锡 大家来看 今天碰到哪里也是时日线 在这个位置 大家能发现 哇真的 短线上股价都保持在高档 还非常的强势 而且出现的是量缩价稳 好吧 那既然叫量缩价稳 期待就是什么 放量进行攻击 好 那既然如此呢 好了 我们刚刚就形容过了 有关于AI 现在先求直稳 然后开始进行反弹 那么你一定要 就是说它有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里面呢 我打下去 它能够立刻站起来 所以基本上 AI的概念股票呢 如果你手上有的话 我倒是建议大家 现在目前先把它续报 好吧 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 目前的位置 你之前买的位置 会在什么地方 但是呢 续报 你会等待机会 那这个机会有没有 我觉得很有 什么意思呢 看起来 9月份营收 有部分的公司会不错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么也就修正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关心到 重点的股票 它如果能上来 那理论上 其他股票会跟 我现在大概录了16分钟左右的节目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指数的位置 这跟我早上讲的 真的有点像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期待的一件事情 今天大盘不要跌太多 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跌一点 最多跌114点 最多跌114 现在跌一点到两点 意思就是 那我们问一下台积电 它在干嘛 好吧 我们先看一下台积电 很多新闻媒体都在讲台积电 因为它出现一个缺口 所以这个应该很危险 我来看一下台积电的今天 台积电真的有弱 大家来看一下台积电 我现在缩小给大家看 台积电涨这个样子 来了 来各位请看台积电 我们现在看到大盘 再切回到大盘 再切回到台积电 台积电的位置更低 意思就是说台积电更弱势 好吧 那如果你这样子来看的话 今天台积电是横着走 好 大概4块到5块 就跌这样 如果 我先假设 如果台积电走到尾盘 都还是这个样子的话 今天指数大概就是这样了 大概就在平盘附近 但如果台积电往上 垫了个两三块 垫了两三块起来 今天就翻红了 好深的 那么这个指数就在平盘附近 这样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所以我们参考台积电 有非常重要吗 完全不重要 我在跟大家讲完全不重要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台积电进行量缩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攻击力道 有人在卖 有人在开始卖卖卖卖卖卖 你能卖到哪里去 那好 就算你现在卖 理论上早上开盘的时候 就要卖得很凶了 没有 好跟大家讲没有 那基本上 台积电稳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好处 基本上 我们先让它止跌 大家有没有想过 台积电如果跌8块9块 那个很惊人 占指数的权重很重 好吧 台积电竟然是涨这个样子 回到中小型股票身上去看 你就要看 将近快20分钟的录影时间 那么原本所涨停的股票 请问它锁有没有锁好 我们再来看 有 为什么我要这样看 因为你看 早上是不是打开 这个掌停板是打开的 到现在能够锁住的话 它会引动什么 引动其他相关的族群 会开始往上跑 往上垫 也就是代表说 我们现在在恐慌的心态上 我们都会看一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上来以后呢 大家会联动 那这个族群就开始往上走 所以往上走以后 那个指标如果它攻上去涨停 它没有被冲开来 当它冲开来 大家会担心就是 哇那其他的可能我们就先不要动 我们可以往下跑 但它没有冲开来 它代表一个是 第二棒它也有可能是往上攻 它可能有震荡 但是它有可能往上攻 第二棒看谁 看前顶啊 大家仔细看 因为我现在目前的 录影的时间是在盘中 所以还没有收盘 所以它的股价还是在跳动的 如果前顶等一下也能够发动 你说这个当冲结束了 大家结束了下课了 然后它往上攻 拉上去 如果是亮灯的话 那后面还有光通讯的股票还会动 我在跟大家讲还会动 所以各位 你思考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说 我在利空测试的情况之下 我们没有大跌 这一点就是安定均心 第二 我们有会涨停板的股票 叫中小型股 所以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必须要这样讲 如果你今天手上握的是中小型股 那你是不是应该先把它留着 就像我们昨天 我刚好收到一个line 就是我们昨天在股动前潮 我们节目里面的制作单位 昨天我们就讨论波洛威这个股票 大家来想 昨天问我的 在股动前潮问我的是 波洛威可以参考吗 我们大概是昨天 大概讲了什么样状况 大概是什么价位以下 来看波洛威 是不是光通讯的股票 我一直形容过一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获利能力不差 其他的股票都往上走 我为什么我打下来 我不能往上走 因为如果这样子来比的话 波洛威怎么样 他的获利能力比华新光还要强 来重点来 大家请看 不到100块的波洛威 你现在看 波洛威不到100对不对 好 那他是修正过了 那如果你去看华新光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华新光 华新光到目前为止 虽然他前段很弱势 但他今天算是只稳了130 对你赚钱又没有赚的比波洛威多 那你为什么股价可以来到130 好现在重点来了 所以我在比价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 对 如果我真的要拿这个获利层面来比的话 当然我的股价是有机会 更有机会往上攻坚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看波洛威的股本是7.7亿 是不是中小型股 我问大家 他是不是中小型股 是 为什么 刚才看到的上权 刚才看到的前顶 通通都在10亿以内 如果你去看上权宫上去涨停了 前顶蠢蠢欲动 在这个情况之下都逼近高点 那么后面的包括波洛威 包括什么华新光 等一下 他就会慢慢浮 慢慢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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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概念股的效应 先找到领头羊 领头羊一说攻啊 大家开始 开始攻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 你所要看到整个 看行情 要必须这么看 所以回到重点来 你说 那他本来是在100 创高 112 我看一下 112.5 然后急速的拉回 到今天这样弹上来 那我们可不可以参考 他会回100吗 大家因为这样子问 为什么 他原本最高点来到112.5 他为什么不会回100 我都要问大家 为什么不会回100 因为行情的氛围 会让大家觉得 我们现在股票 又当冲 之前当冲 冲得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大家的股票 是抱不住的 那抱不住 那你终究会 有一天你会抱得住 为什么你会抱得住 没有在跌 没有在大跌 而且呢 积极的买盘进场了 我要跟大家讲两件事 一 外资的态度 所以外资的态度 在大卖以后呢 你在昨天的外资 大卖超 可是居然有些个股 外资是站在买方 很多的AI概念股 外资居然也站在买方 我问大家 那么AI不是没人要 外资拿来捡来干嘛 投信不要 有个投信说 投信我不要 因为投信他持股太多了 他要调节 好 投信不要 外资要 那结果到最后呢 变成土洋对决的情况之下 现在很多股票都在什么修正的相对低档 我不能说他在最低档 但是一定是相对低档 从他的高价到拉回 他都在相对低档 于是乎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今天你可以不用做股票 我先跟大家说 你今天真的用看盘的模式就好了 看盘模式都不要操作 无所谓 但是呢 重点是 一 你手上有股票 对不起 你手上有什么股票 我真不知道 但是呢 重点来了 我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也就是说 我们过去在讨论的这个 你有AI概念股吗 请问 在这一页吗 你说 嗯 那个有些比较高价位的 甚至最近讨论度比较高的 比如说像世新啦 比如像志源啦 比如说爱普啊 这一类的股票 来 我们再换到下一页 那么下一页里面这有散热的 还有一些PCB的股票 来大家看看 这一页你有吗 你再看下一页 请问你有吗 大部分人会集中在这里 为什么 我跟你讲 那边消息面超多的 广达啦 伟创啦 技嘉啦 有没有 我跟你讲 大部分 一 二 三 鸿海比较少 你看对不对 音乐达 大部分 大部分会集中在 这期党股票身上 那你说 那我怎么办 因为每个位置都不一样 我现在回来 重新给大家看 位置都不一样 你说光是一个广达好了 请问 现在广达 即便在反弹 请问你的位置 你当时买广达的位置在哪里 如果你假设没有广达 你在最近你说 我最近买个低点 买在220几块 好 那220几块 那你没有赔钱 你反而是赚钱的 对吧 但重点来 上档的这部分 它有层层的压力 是不是 比如说我这边叫套牢的2楼 我这边套牢区3楼 3楼 我这边是最顶楼 这边是4楼 所以你从2楼这个地方要突破 到3楼到4楼 你才有办法来到最高点 各位 这上面压力重重 第二 他要带量去化解 成交量放出来没有 没有 那怎么可能 大盘现在目前成交量多少 大约2000 今天成交量大约2300 2300左右 意思就是大盘成交量没放 那么我们在往上攻坚的过程里面 他会比较辛苦 那么现在视为直温反弹就好 好吧 那应不应该报 报 为什么不该报 再看一次 为什么不要报 你在这个地方卖吗 问 你今天打到际线这个位置 你说跌破际线我卖 结果他跌破际线立刻站起来 就站在际线的附近 那叫测试 我再讲一次 他叫测试 所以不管你在2楼3楼4楼 你今天有广达 你都在这个地方先不要动 不要动 你等他坦 好 等他坦 你说 那伪创怎么办 伪创的线形比较弱 难道我这个地方也是等着伪创开始吗 来再说一次 请问伪创的2楼在哪里 2楼大概是在这里 3楼4楼 我的妈呀 他有5楼 所以伪创上面的 他比广达多一层楼 好不好 那多一层楼就是 代表上档都有压力 所以季线盖在这个地方 所以 各位 慢慢来 慢慢来 那你这个位置你为什么要卖 跌破100块 他反而有这种投资价值的呈现 我再跟大家说 这地方可能会有人开始低接了 所以现在目前你有AI概念股 我建议大家暂时续报 就暂时先续报 那么对了 我要特别提醒各位 我跟大家讲过 我今天盘中有说过 要带大家带大家做一档 那个作帐的股票 我认为它会很飙 那这个我抓的这个区间 大概我之前有跟大家说明过 大概25到30块左右的获利区间 那么如果你现在还有一点资金 你说我想跟 我想布局 那这档股票我抓在中秋节的前后 他就会开始有这种动作 所以准备要启动了 所以我希望你来得及 你跟得上 那如果你想跟的话 想跟队长来操作这档股票的话 麻烦各位你就要打想跟 然后加上联络电话 在我们的LINE里面 在LINE里面要留这样的资讯 我大概会跟大家讲一个状况 就是说它是一个中小型股 而且这个获利面相当不错 而且手中有大单 好不好 这就是它的重点 为什么一个一档股票未来会标 它一定有它的内容 而且我要看的一个就是 扎扎实实的基本面 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要搭上获利面 再加上手中在手订单要够大 这个才能满足我们 它往上的攻坚的条件 好吧 那如果你也觉得说 这个那这样不错 那至少它有基本面 有获利层面 那么它也是中小型股 第四季 作账的标股 各位 那你不要客气 请在LINE里面 写下想跟加上联络电话 如果你还没加入我们的LINE AT的好友的话 麻烦各位要先加入我们的LINE AT的好友 扫描QR 扫描QR 加入LINE的好友 另外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135的盘中直播你看不到 或者每个礼拜六 晚上六点钟的 宇凡队长的产业先锋队 周末版的节目看不到话 一定要扫描这个QR 他会连接到YouTube 我宇凡队长的频道 这个时候请你按订阅 然后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所有的节目 你会看得到 明天要补班对吧 所以祝你补班愉快 每补班的人休假愉快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